好 這是施封龍錦 已經帶回來多久了 在我朋友手上大概也有個 應該有半年了 OK 好 來這個施封龍錦 目前市場上行情價是多少 請見價500塊人民幣 換成台幣就是 差不多2500左右 那也不便宜 那也不便宜 不便宜 這一盒這樣子要2500 這個大概幾兩 大概我們的兩兩 四兩 四兩左右 我發現他們的茶葉 其實賣得也不便宜 非常貴 施封龍錦最高 可以賣到八萬到十萬人民幣 台灣你要是買到這樣子 一斤八萬到十萬 對 它最厲害就是說 它一斤的芽 可以到五萬顆 五萬顆 要五萬顆的芽 你剛剛泡開以後 你可以打開看很多細的芽 好 來看一下這個芽 可以看一下 它這個是 你說一心二葉那個是不是 那徐老師這是清明前 清明後 這個喔 這個茶不是在明前的 為什麼 因為你喝完以後 就剛剛老九霖有提到 有一點苦苦澀澀的 然後呢 上二的地方 有點卡卡的 那這就表示說 它的鮮嫩度 我剛剛不是給大家看那個圖嗎 它如果是嫩芽 煎的 喝下去會有個豆香 豆子的味道 像綠豆的豆香 那因為這個茶是去年的 隔了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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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般呢 在喝綠茶就是隔年就不喝了 要很快把它喝掉啊 對 但是呢 所以這個就沒有什麼 所謂的老茶不老茶的問題 就要趕快喝 不是啦 這中間牽涉到 一個很重要的歷史轉折 因為大概二十幾年前 我就透過人家到這個 當時香港國食公司 買失封龍井 買非常貴喔 算起來大概七千多塊 這麼貴 那買了一斤呢 我當時也很高興說 這個歷史名茶 就拿了一個紙紗糊 沒有...紙紗糊拿來 就很豪氣的一把放進去 一泡 所有人說 你怎麼喝這麼茶 又苦又涩 不能用那個泡對不對 對 那時候不懂 所以後來我們就把這個茶 收起來了 一放 放二十年 對 所以這個封面這個二十年 這個就總共是 已經變這個顏色更深 那現在喝起來呢 那現在最厲害了 這就是成年的新鮮 就是說因為它氧化又在上面 就像我們現在很多流行 熟成的牛肉有沒有 對 那個老饕牛肉 對 外面那一層是熟成的 熟成的 把它挖掉 那就更好吃對不對 那這個茶其實就是這個概念 所以你這個茶 現在估你這個兩千五 你再放二十年 那可能就是兩萬年 要放二十年 你要...但要放得好 冰起來啦應該 這個放法有兩種 你這個來不及冰了 來不及啦 因為你打開就不能冰 反正就趕快把它喝掉 對 放在肚子裡 對啊 那一年之內趕快喝掉 也不用想要放二十年了 大旺裡面可以放石灰 不過你要很勤快的 生石灰去換 要換石灰 來不及任何 好啦 我們今天謝謝這個年姐 年姐今天帶來那個 斯風龍井也看到了這個 原來這個龍井茶裡面的話 那也不便宜啦 也算是不錯的 是高檔茶 好 我們謝謝這個年姐囉 謝謝 謝謝 好 緊接著呢 這個智希又來到我們節目現場 那智希你剛剛喝了那個 葬紅花跟那個酒以後 應該現在頭昏到上 對 昏昏了 因為那個 葬紅花對我來講比較沒事 結果喝了兩口酒 你真的一點酒都不能喝 真的不行喝酒 可是你家為什麼 還是藏那麼多酒 對 我爸爸的酒 你爸爸的酒 你爸爸的酒 智希跟志祺都不喝酒嗎 志祺喝酒 那他為什麼沒有把它喝掉 不敢喝 我爸爸 我爸爸 因為爸爸的酒 所以不敢喝 對 不敢喝 好 來 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爸爸的酒 來 這一瓶的話呢 爸爸那時候為什麼會有這一瓶酒 因為他的酒基本上 差不多應該 自我懂事之後 差不多有40年以上的酒 就是一直放那邊 放那邊 多少 放了很多 對 那他這個中間就可能 有40年 30年 20年 就是一直這樣放下去 好 來 這一瓶呢 是格蘭菲迪的 你看上面呢 都已經有斑駁的那個 痕跡了 歲月的痕跡 老九霖那時候 二十萬年的時候 這瓶要賣多少 其實那時候不貴 一千八 一千八而已 不貴啊 那時候不貴 好 那智希你自己評估呢 這一瓶酒 我想可能也就是三千多 三五千 我想 三五千 二十幾年 二十幾年 對啊 好 來 那個 智希大概雇一個三千塊左右 對啊 好 我們請老九霖幫我們評估一下 這一個是格蘭菲迪 二十幾年 威士忌 好 這有說幾年的 十八年 十八年的 他這裡有寫 十八年 來 十八 你要不要換一個要下 換一下價格 下十八年的其實還滿貴的 威士忌 沒有沒有 十八年不一定 大半都是在一千多塊 但是他只有少數像麥卡倫 像十倍這一些 像那個雲鼎這一些 有一些單一純賣的 現在很夯 哈倫巴克這一些都滿夯的 那所以他在新酒的價格 就往上跳 對 好 來 沒關係 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個是格蘭菲迪 二十幾年的酒 二十幾年喔 好 這個十八年的威士忌 目前市場上行情價是多少 請見價 六千塊 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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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你們 對啊 這個應該是 算大廠 然後他也是熱門的酒款 像這一瓶酒 我們以為 我們之前有喝是因為 以為他四十幾度 喝起來應該是品品的 他四十幾度而已嗎 對 他四十三 然後 在三個月前我們開了一瓶來喝 我覺得他真的是很棒 一模一樣的是不是 比較後期的 他這個是算比較早期的 因為他底下還印了一個二十三個 他形狀還不一樣 他這個會不會是第一批進來台灣的 二十幾年 沒有 這在香港買的 這在香港買的 這是香港的 那這一批酒都完全沒有蒸發 連止盒的話 一般市價可以賣到六千塊沒有問題 你這個保存很好 對 而且這個酒真的是好喝 因為我們真的有打開來喝 它真的是非常棒 十八年他喝起來它的層次感 它的那個飽滿度 算讓我們很驚豔 那志祺你又不喝酒 然後志祺會不會看了節目以後 覺得說這瓶酒不錯 拿去喝了 志祺喝酒 但他不敢打開 然後晚上睡覺 那怎麼辦呢 這瓶酒 這瓶酒怎麼辦呢 爸爸會起來訓話 繼續棒著這樣 對 等於就是一個紀念 好 來 我們謝謝這個老九霖 接下來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志祺剛剛有特別講到 他經常會到 也是旅行社的董事 回到中國大陸去 然後呢 這個旅行業者呢 也會送他一些茶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上面寫的是什麼 普爾雲博茶葉 雲博茶葉 就打開來是你的中茶 來 中國茶葉公司 雲南省公司的中茶牌 的中茶牌原茶 這一個茶葉的話呢 如果懂得收藏的人的話 就會覺得說 不得了的話 這一個茶葉 中茶牌 而且是紅藝的 好 來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當時人家送你的時候 有沒有講說 這大概是哪一個年份的 沒有說耶 都沒有說 沒說 裡面有蟲耶 真的啊 那... 在動嗎 你看... 這什麼啊 真是 這什麼 真是蟲 這個呢 在香港有一個 不是蟑螂還是... 不是 這叫... 還是蟲啦 不是... 這叫剁蟲 剁蟲 是茶葉的啊 不是 茶葉呢 很多人一聽到 不過有叫 嚇著啤啤啤啤 其實呢 這個東西是來吃吃的 還在嗎 還在 還在... 導播來 我們帶一下 來 剁蟲 來...在空空這邊 那有很多人呢 看到了嗎 看到了 這個是台灣產的 還是雲南產的蟲啊 這個蟲呢 他會跟著這個茶葉呢 不管在雲南或香港 在台灣 他都會跟這個葉 這個外面這張紙共生 他是吃紙的啊 吃紙的 他不會吃茶葉 那很多人都... 所以... 所以這個不足為奇 就是常會看到就可以 不是 你蘇有那個蘇蟲嘛 所以我們有古人 那會曬樹嘛 蘇蟲沒有那麼大啊 蘇蟲圓圓圓圓的 圓圓圓圓圓滾的是黃色的 那這個剁蟲是吃這個紙 因為它這個外面以前有用竹子包起來 所以那個竹子久了以後 受到潮以後呢 會開始腐爛 那這個剁蟲就會去咬 所以這不用害怕 那這個...我記得香港有一個 散文作家那個蔡藍先生 他就是說有一次說 他看到茶餅上面有這個 他想拿筷子夾來吃 他說因為這個也很乾淨 因為他是吃火腿的概念 吃火腿的概念 火腿上面有那個蟲啊 結果他搞錯了 他吃紙的 不是吃是補充茶的 對...所以那當然呢 我們今天這個茶呢 如果說是剛剛主持人 講到說紅印喔 一般人一看到紅印 一定會給他肅然起敬 為什麼 因為這紅印現在在拍廠上面 平均一片357克 賣到100萬以上 100萬以上 這有正式成交 這有成交紀錄 那在市場流通裡面 大家都會看到說 我這個紅印 看到這張紙 就會有很多故事 好 那這個池老師 能不能帶大家來認識一下 可以 就是中茶牌的話呢 來我們節目裡面呢 你也看過很多啦 又有綠色 又有黃色 又有紅色 到底怎麼區分 很簡單喔 第一個你要先認識這個 中國茶愛公司 雲南省公司 這個是成立在1950年代 所以呢 我們現在網路上很多資訊 包括很多書籍都寫說 1940啊 那是錯誤的 為什麼 因為過去大家不知道 這家公司是哪一年成立的 可是現在已經考證出來說 這個是在1951年正式成立 所以呢 這個茶的分界點 歷史分界就是1951年以後 所以等於是說紅印的話 是1951年以後 紅印 綠印 黃印 這就是因為上面 這個開個玩笑就是說 當時這個茶也沒有人叫紅印 只是中茶牌原茶這個名字而已 那紅印綠印怎麼來的 就是一開始 我們30年前在喝這個茶 我們幾個人喝茶說 這個名字怎麼叫 有人就說這個紅的 印 紅印就這樣叫出來 那綠印是因為有綠色的 黃色有黃色 所以這台灣... 那有什麼不一樣呢 綠色的話呢 這個是綠色的 綠色的是幾年了 這個也是五幾年到... 53年開始到57年 所以它不同的顏色代表 是不同的年代嗎 對 第一批... 第一批出的茶就是紅印 那紅印當初這個茶葉呢 它的配 拼配呢 有嫩芽 有粗老葉的 有兩種 那這個茶呢 也是很不小心的 在當時的國貨公司 1980年代 當時有在賣這個東西 那你們如果知道當時的價格 你一定會覺得心碎 因為跟現在的比差異很大 那時候賣多少 那時候大概台幣兩千塊左右 一片兩千塊 一片 那我最近在整理一些 幾年前啊 1980年 1980年 因為那時候呢 我到香港的國務館 為了了解這個茶葉 我就每一個位置都給它拍下來 結果最近拿出來看 怎麼一疊紅印 那我家人說 你當初沒有買 我說沒有 我只拍而已 所以失去一個機會 但是呢 我手上今天為了這個節目 我去商量拿了一片真正的紅印 然後大家要看 好